在双十国庆,美好天气的假期中,彼得牧区举办了一日游 深深不息的彼得牧区,每次出游,不仅大人众多,小孩也多 许许多多亲子同游的画面,真是彼得牧区的一大特色呢 第一站,来到了大岗山自然生态园区 大家走在鸟语花香,绿域浓密的登山步道上 不只是年长者,连娃娃车都一起推上去了呢 大伙至约定的山顶公园,一起高声齐唱 你真伟大的赞美歌声,真是何等美好 这时,有一段特别的小插曲,是施伟小组的弟兄姐妹们 秘密筹划多时,在成郁和军生小组活力欢笑的热舞中 启伦弟兄现场上演了一段求婚记 最后,在燕君传道,几众人为这对准心人的祝福祷告中 一同留下这难忘的动人画面 在土地城享用可口美味的午餐后 下午大伙来到高雄花卉农园中心 弟兄姐妹有的散步,有的玩期待,也有的玩赛车 大家跟一起搭乘五分车前往桥头堂场 到达高雄桥头堂场,大人小孩在宽广的园区内散步 欣赏美丽的老房,或骑乘单车,或吃着著名的包子 与红豆笑母兵,并忙着拍照 就在尽情欢笑中,为这次牧区旅游画下了美好的句点 欣赏美丽,并忙着拍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